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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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金额是3000万 分12年给付 所以一年大概就是200到300的生活费 就这样 然后不要再对外说些什么 也有人去问许家龙说 真的是3000万吗 当然他没承认没否认 因为显然就算有这个经文 你知道也有附带一个条款 保密条款 因为公公就是希望我们就不要再聊这些事了 那大家很惊讶就说 没想到本来这个婚姻要破局 公公会出手 然后逆转整个局势 这个很罕见 通常公公跟婆婆一出手 婚姻就挂了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个 有两个例子也很有趣 过去也常上节目 你看你记不记得侯昌明跟曾雅典 他们也会聊嘛 难免夫妻都会有一些争执 侯昌明就说他很谢谢他丈母娘 因为有一次他们吵到快离婚的时候 丈母娘出手了 直接就 3000万 不是每一个公婆丈母娘都是3000万 这比3000万厉害 直接骂女儿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先骂自己小孩 我觉得是对的 我们通常华人父母 没有 是就我刚刚讲的 这个丈母娘就是要合的 对 要促成合的一定就先骂自己小孩 接下来你生活绝对超过3000万 侯昌明多好啊 对不对 这个婚姻就继续维持下去 然后最近陶哲他自己 有一个记者会就提到 说很谢谢他的太太 因为过去陶哲有传出来 跟一个杨子琴 有一段不伦练 然后陶哲说 其实能够维系这个婚姻 最关键的 还是在他岳父跟岳母 愿意原谅他 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们都知道 Penny是富家千金嘛 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 能够维持 这个公公婆婆 或岳父岳母的出手 你看多厉害 OK 我讲你光看出手那个对象 你就知道这个公婆或岳父岳母 是要合还是要离 如果出手 是骂自己小孩的 那是希望要合 如果出手就直接讲 你这个譬如岳父岳母 如果一出手就是骂老公的 我的女儿在我们家 捧在手心里 到你那边给你糟蹋成这个样子 那就算了好不好 那这就是找一个帮手来打 感觉上找个打手来的 VV 对话不说说大家都希望婚姻幸福 可是像这样子走到这一步 3000万离不离 3000万给我我会离 真的吗 是给你3000万离 对 因为我觉得说 他如果给我3000万 是要我封口 然后还是要住在一起 维持婚姻关系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说 你就忍了 忍12年啊 你用3000万 然后买我的自由 我会觉得那是我自由 我为什么 因为他会有一次 他300万就买自由了 剩没300万就可以买自由了 淘汰要500万吧 300万 300万我要上多少集的节目啊 是不是 不行 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3000万让我这样子憋着 然后我就觉得我生活 每天都很不开心 看着钱我也不会开心 我在花它我也不开心 所以干脆 要嘛就离一离 我觉得还比较好 不一定一定要有这个钱 对我来说啦 对你来说 自由这么重要 自由非常重要啊 这是你现在的心境吗 我现在 我现在蛮自由 资产超过3000万吧 所以小钱 是小钱 OK OK 原来每个人资产不同 所以讲法不同 就我可以理解 可是好了 你说夫妻 夫妻婚姻没有 没有说不吵不闹的 没错 你说小吵少闹一定有 是 那大吵大闹 当然不得了 那Vivi 如果你们家 吵少闹闹的过程当中 你爸妈会上谁 我觉得我爸妈 是我们村的神队友 我老公很像 一开始就很有我爸妈的缘 因为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那时候很夸张 我们才交往一个多月 然后我就把他带回家 给我爸妈看 因为我们家是住在中部 就我是云宁人 然后我们就回去 看一下我爸妈之后 回来台北路上 才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爸妈电话就来了 然后我爸就打来 就跟我说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男生很不错 你们回台北之后 就赶快去合个日子 觉得可以结婚了 他们知道 你们两个认识一个月吗 知道 然后又我就觉得 对对对对 航程有这么糟吗 我觉得我爸爸 对 我那时候心里面 很不满意 很不开心 我觉得说你女儿条件 有这么差吗 是啊 我都还没回到台北 才一个多小时 你爸妈在急什么 对 到底在急什么 然后我就说 好 我就敷衍一下他们 然后因为没多久之后 就过年了 我就回家 回家时我妈就又来了 说 女儿我告诉你 跟你说你上要带回来的那男生 我真的觉得很不错 你如果不好好把握 小心被人家搶走你知道嗎 那我就跟我媽說 媽我條件有這麼差嗎 你們一定要我立刻嫁一下 我媽說沒關係 我幫你想好了一個方法 你故意婚 先懷孕 不是嗎 沒那麼誇張 因為她也知道我們叫的時間很短 她說你們就看一年後結婚的日子 然後這一年裡面對不對 先把它定下來 這一年如果你真的覺得它不OK 那時候反正婚姻還沒結 隨時要反悔都來得及 可是你定下來 至少讓她比較跑掉這樣 我想說我爸媽真的也太愛她們 Vivi 你讓我不禁懷疑 只有兩個 因為你的樣子大家都看得到啊 又不是 又不是長多痛對不對 那我只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什麼 你以前帶回家的都是拐瓜裂子 就是你爸媽一看 每一個都是巴不得打出門的那種 真是好不容易帶回來 趕快麻煩Vivi 趕快定下來 千萬不要再去想到以前的那些了 我覺得我跟你講到很對 突破盲點 我從來沒想過 因為我老公是我第一個帶回家的男朋友 所以他有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不成的話 不知道之後還要等多久 我才會再帶下一個回來 對然後結果後來我們結婚之後 因為我個性比較急 然後我老公就是一個慢郎舟 然後回家之後 有時候我爸媽會叫我們幹嘛的 我就會很急說 你可不可以動作快一點 你到底耳朵有沒有聽見 我爸媽在講話什麼 我就會很焦慮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還是很慢很慢 然後我就會忍不住一直罵他 一邊一直唸他一直罵他 然後就這樣幾次之後 有一次我媽就趁我老公不住院的時候 就把我頭拉過來 然後就跟我說 你腳踏得好好不好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你怎麼可以在外人面前 對他大呼小叫的 一個老婆做這樣 你這樣很不及格你知道嗎 小心他因此就受不了你 去找外面的女人 我想說 蛤 媽有這麼嚴重嗎 所以在你媽的概念裡面 會覺得說如果這樣去找外面的女人 是可以被你原諒的 對 因為Vivi太兇 對 然後不給老公面子 沒錯 他覺得我很不給男人面子 這樣男人有時候受不了了 他可能表面上沒有發洩出來 就私底下去找一個女生 比較溫柔的有沒有 我也借他寂寞的心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就變成 只要我在我們家大聲的 對我老公講話 我爸媽的眼神就會立刻掃過來 就是警告我說 不可以對老公這麼兇 你跟你老公跟你爸媽之間這個感覺 讓我有一點想到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些的那些影片 就有的老公就故意沒事要陷害老婆 就是爸媽就是會很疼女婿的那種 然後老公沒事就這樣 那這是這個月我最後的一點零用錢了 來 也拿去吧 然後那個張五娘就狠狠的瞪女兒 你就一個月給他這麼點錢 其實錢根本都在老公的 媽 你不要再講他了 沒關係 我不需要什麼社交 我無所謂 對 原來Vivi老公會是這樣子 然後故意動作擺很慢 然後就讓張五娘去罵自己的女兒 OK 對 這是一個模式 但我想張五娘就是為 總是疼自己的女兒 希望女兒幸福婚姻長長久久 可是你如果從這個例子往下走 剛剛為什麼會開玩笑問 3000萬 300萬 要不要買自由還是怎麼樣 任何 像這個 分12年 大家要白紙黑字寫下來嗎 要找律師見證嗎 其實律師見不見證 我覺得不一定是重點 但是這種契約 像吳哥剛剛講 這東西一定帶有一個 重要的保密條款 有 所以重點是那份契約 你可能請律師看過 然後確定這裡面的那個 妹妹嘎嘎都有注意到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然後這個舉回角色的 就是講得很好啦 講說3000萬這樣子給你 然後你12年分 確保你這12年 絕對不會反悔 任何你說這份 這個內容 我們這樣講 3000萬分12年 婚姻維持著 但是分居狀態 你告訴我 這個婚姻維持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維持一個12年的婚姻不變嗎 其實這我們以前討論很多嘛 結婚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一個月一年給我300萬 我也可以啦 就是有時候很難說 他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至少確保這12年當中 他們公共要的形象 要的證據也都不會洩漏出去嘛 就是互相得到他的目的 然後一方得到錢 嗯好吧 有人覺得可能這個違反公序兩署 但某種程度上 以他們家的經濟實力 又好像也還好啦 而且實務上大家很多想說 分居很久可以離婚 其實我一直跟觀眾朋友 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分居不會是離婚的室友 而是法官用分居來判斷說 雙方的婚姻是否不可維持 我常常舉例像我一個老師 他住台北 他當台北大學的教授 他也是南部大學的教授 他們從結婚一直以來都是分居 但是他們感情很好 每週還見面一次 所以那個分居不能構成離婚的室友 所以我也是提醒一下觀眾 像我自己的情形 我的岳母也跟Vivi的岳母很像 所以你也是陷害老婆的那種老公 也不是就是我會故意假裝我們吵架 再故意他面前吵 然後我岳母都會假裝 就會去唸我老婆 但是我跟你講 原來律師 這麼過分 也會來 對啊 我要講有一次我偷偷聽到 他跟我老婆講說 我對你老公好 還不是為了你 這樣子我對他好 他才會對你好 這個幹嘛 婆婆有他的想法 你就抓到了這一點 我抓到這一點 所以每次有事我都無病呻吟 許人可 最分同樣的這個道理 像這樣的一個條件內容 這還叫婚姻的家嗎 不過因為先生已經情感撤離 也不住在家裡分居 但是因為公婆出手挽救 而不得不為時的話 其實最常見的 就真的會很疏離 很冷漠 當然 其實也不是只有家榮他們家 會發生家人的事情 我其實諮商的過程中 也有遇過這樣子 就是不住在一起 但是因為爸爸媽媽出手 所以還是夫妻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 就是先生常常冷漠到什麼程度呢 你煮的東西他一口都不吃 或者是說他會冷漠到 只跟孩子講話 不跟你講話 或者他會傳訊息刺激你說 請你有事的時候 傳訊息給我就好 不需要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不想聽到你的聲音 還要補這一句讓你覺得 就算已經分居 你也不要做這麼絕情 所以整個家庭就會像一座冷凍庫 我們已經講好條件了 你好歹對我也溫暖一點點 友善一點點 不要我給你的所有的友善 你就這樣子的一個把我往外推啊 那有時候雖然拿到錢 但心裡還是會受創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因為錢的條件談好了 那個感情能夠維持我 我超懷疑的 我們就是為了錢維繫著 所以可能有一邊會覺得 我都已經給你錢了 我為什麼還要對你好 對 我就算冷漠到有點類似我們講 冷暴力的那種家暴型 你也就吞吧 但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說有些人他還是願意忍 主要是為了孩子 因為可能公公婆婆會覺得說 這樣對你的孩子也比較好 但是我這邊要提醒的是說 這樣的冷暴力 或是說家庭像冷凍庫 其實對孩子也不好 因為像有些小孩 處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會不知所措 他也不知道說 當爸爸對他好的時候 他要接還是不要接 因為接了之後 又覺得對媽媽不好 所以其實還滿多小孩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到學校之後 他跟同學也會不知所措 所以他們常常也會不知道 怎麼跟別人建立人際關係 還有在內心深處 看到爸爸媽媽這樣冷漠冷淡 其實孩子也滿多個性上 會變得比較安靜 內向 也比較不敢跟別人建立關係 然後所以他們內心 其實常常是很孤單沮喪的 可是聖梅剛舉的幾個例子 譬如陶哲 那是媒體上有報導嘛 就已經有不能戀的 他岳父母還來幫陶哲 跟他老婆求情 為什麼 這個也很常見 是喔 很常見 因為非常多的岳父母 會關心女兒的一個幸福 婚姻的幸福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害怕說 當女兒如果有情緒 女兒吵或鬧 或是女兒回家來訴苦 會因為這樣子 而破壞了她的婚姻幸福 她都外遇了 對 沒有錯 所以當這樣的時候 我很常聽到幾句話 你聽聽看 爸爸媽媽當女兒回來訴苦 或者是說 講一些先生怎麼樣的時候 她會說 人回來就好了 你不要再把她往外推了 你忍 然後或者是她會跟她下達指令 直接跟女兒講說 你忍一忍就過了 你不要再鑽牛角尖了 你不要沒事找事 所以其實我遇到很多很多當事人 在這樣的狀況下 爸爸媽媽其實還是向著女婿的 而且這時候最可怕的是 他們還會對女婿加倍的好 因為她對你更好 譬如說 如果女婿有缺什麼 譬如說缺一輛車好了 她買車 爸爸媽媽 那她女婿下次加倍外遇給你看 因為一次外遇有一部車 再一次外遇搞不好就有個房子了 所以有些時候女兒在這樣的狀況就覺得 你怎麼還會對她那麼好 其實女兒心裡很不平衡 所以他們會認為這樣做是 去把女婿的心拉回來 幫女兒拉回來 會不會有一種是 那個 那個 趙母娘 趙母娘在講的過程 講講講講就講說 對不對 像你這樣還算好的 你老爸 他都已經不知道外面跑了多少次了 他如果有幾個 我還不是忍到現在 你看我跟他 還不是好好的 我覺得有的會 也許是以前他們自己有過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例子 他覺得那就這樣嘛 老公就是一丈之夫 出去回來就好啦 其實我有遇過的就是說 公公本身自己也有外遇 所以當他兒子有外遇的時候 他就說 這種男人的心理我最懂了 他就是出去玩一玩 玩個幾年就會回來了 你這時候他在玩的過程中 你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不要太計較了 他之後就會回來 那有些時候 我們來幫他對你好 這樣好嗎 當然不好啊 所以有些時候 我覺得爸爸媽媽在裡面 他們也真的好心好意 但可能媳婦的心理上 還是非常的委屈難熬的 我可以想像啦 就是其實父母不管哪一邊 你說都是希望那兒女 你說婚姻能夠幸福美麥 只是發生比較極端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還要去護著這些 甚或你說有沒有拿錢出來解決的 拿什麼來解決的 好啦 但是畢竟來說 說聖美你看到豬隊友的比較多啊 或是直接 講白了兩邊任何一邊出手 就是叫你測的 這種最正常了吧 對啊 大部分其實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出手的 一般來說就是要你們離婚 對啊 為什麼這樣講呢 這是一個例子 是這個人妻她也蠻哀怨的 她說她跟她的老公感情蠻好的 然後她們就是一個中等家庭 經濟環境就還OK 主要是她的公公婆婆對她非常好 平常呢也不太會讓她做家事 然後把她當女兒 感覺就是幸福美滿 好問題來了 第一她的老公是獨生子 第二呢五年了 她們一直沒有孩子 所以公公婆婆表面上不說 但各位她會不會急 會 接下來呢當然這個人妻就說 她跟她先生就決定說 那我們去至少檢查一下 到底是誰的問題 哇最後出來是這個人妻 自己本身可能在受孕方面 機率比較低 所以顯然問題在這個人妻身上 但是老公都會說很漂亮的話 老婆沒關係的 我們就再努力 如果努力還是不行呢 這也是命就算了 所以其實你聽在心裡 還是覺得很溫暖 然後公公婆婆都沒說什麼 真好 結果呢 她們這麼簡單的一個家庭 她們把她們老家 有一陣子就是 老家那個土地也漲了 就賣掉了 然後呢 她們獲利是五百萬 OK 所以對這個人妻來講就說 不錯啊 這樣子婆家 其實生活方面都不錯 結果 因為她是跟公公婆婆住 有一天晚上 哇 感覺那個氣氛就怪怪的 因為公公跟婆婆 就坐在客廳等她 老公也提早回來了 她就想說 現在是因為有了五百萬 所以我們要出國去旅行嗎 因為感覺是這樣 結果呢 公公婆婆就直接跟這個人妻講說 你家來我們家真是辛苦 漂亮話公公婆婆都會講 你真是辛苦了 然後你也把我們照顧得很好 真的蠻好蠻好的 講完之後 公公拉著婆婆不誇張 先跪下去 直接跪下去 對 那所以這個人其實是不是 沙發上去跳起來 是啊 就想說 他也跪 應該要一起跪 不是啊 現在是怎樣 對啊 然後婆婆來講 你什麼都好 你也知道你生的什麼都好 可是 你知道我們家世代都單純 你沒有生個孩子 沒生個娃 對不對 我們沒有孫子 這怎麼跟我們列祖列宗交代啊 那這樣好不好 我們現在賣的老家有五百萬 我們撥兩百五十萬給你 拜託你離婚 你離開我們家 拜託你 所以該不該跪 要跪嘛 那這個人妻 當然就是有點嚇傻 對不對 要不要拿 兩百五十萬真的太少 他三千萬都不拿了 你看他兩百五十萬 像我說三百萬 你就OK了 三百萬跟兩百五有在談 兩百五不行 真的喔 但我覺得他如果一次都付的話 你兩百五也可以 重點是老公要不要嘛 老公回來了 他要說話啊 全家都在嘛 而且老公有講啊 我們就一起努力 如果沒生也沒有關係啊 所以他應該看著他老公 老公也跪了 老婆 我也沒有辦法 你真的很好 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生下我們的孩子 對這個家真的是 也是兩難 老婆我對不起你 那對不起講完之後 你就兩百萬拿了就走人啦 兩百五 兩百五十萬拿了就走人 離婚 如何 他如果不想離呢 第一個我先討論這邊 不孕症其實 在實務上不認為是不赤之二級 所以其實要用不孕症做離婚不行 但是我們先考試誰想離婚 如果媳婦想離婚 如果三個人跪來求你離婚的話 這家待不下去 夫妻婚姻難以維持 應該是可以離婚 但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媳婦不想離婚 在台灣的法律上 應該是不太可能可以讓他離婚的 因為我們實務上也遇到一些 就是很奇怪的狀況 就像我當事人他跟公婆住 那婆婆倒是還好 因為婆婆其實也是苦過來 他對媳婦是滿好的 但公公就直接不良的習慣 就是唯有的不良的習慣對不對 譬如說吃東西之後就丟桌上 衣服脫後就丟地上 我老婆也受不了 但老公的話可能老婆冷一下 但公公也這樣幹 然後那老公公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就是喜歡在客廳的電腦放A片 然後不關聲音嘛對不對 所以老婆我說看 你也是這樣 我這個沒有 現在都用手機不用電腦 我是老人家才用電腦 那他其實就會想跟那個老公說 那我們一起搬出去 老公又不肯嘛 然後這個婚姻維持了幾年 但是維持幾年之後 那個老婆就想說發現老公有外遇 外遇好了 可是老婆也覺得說 那個婚姻維持那麼多年 小孩也生了 那也沒有要離婚 就後來才發現 老公這個小三是公公幫忙介紹 我爸都沒那麼好對不對 然後他就問公公 你怎麼可以幫我老公介紹小三 公公怎麼當的 他就說沒辦法 人家比你講的漂亮 那嘴話講話又挺 我就是喜歡他 那因為一氣 這句話聽完之後大崩潰 一氣之下就去提離婚了 這個真的是很特殊的狀況 也希望有這樣子的公公 然後你還在抱怨 你爸為什麼沒有這樣 爸爸怎麼可以這樣子 應該要幫個忙 Vivi你給我容忍這種事嗎 剛講的是不是出在配偶身上 某種程度是家裡面的公公婆婆 如果一起住公公如果要是有這樣一些 包括生活習慣包括所有這些 你會因此這樣覺得那不如哩哩哩哩就算 我覺得如果說是生活習慣不好的話 我會提出就是分開住 因為我覺得生活習慣不好是可以克服的 可是如果是公公介紹小三給我老公 他就絕對要離啊 這已經破壞了我的婚姻 沒有250萬 不用250萬 他不缺3000 重點不是錢 重點是老公的這個背叛感 就算他給再多錢 你就已經沒有辦法跟他維持那種親密關係 不是公公介紹 所以如果不是公公介紹 就算有外遇沒關係 不行 重點是有外遇不行 所以不是公公介紹 重點是外遇嘛 重點是公公一定是看我不順眼很久了 不然他為什麼要介紹 介紹小三給我老公 這是很怪的 這是蠻怪的一件事 可是除了這個 剛才講這些情形 這邊我就問一下 有這麼極端需要搞到這樣嗎 生不出小孩 我本來都以為 你知道在台灣社會 對你聽過有生不出 如果又是單船 他可能一跪下來250萬 然後就說 要不然你就讓他在外面 就再找一個生一個小孩 讓我們回來 我們家總好讓列祖列這種交代 結果這個不是 這是一跪下去 而且長輩都跪下來 然後直接說 你閃人 我就是要幫他再找 有必要搞到這麼極端嗎 有些時候我覺得 雙方的那個價值觀 覺得什麼是最重要的 不一樣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提出一些 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一個條件 那這時候最重要的是誰呢 先生的態度 就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說 像剛剛森梅說的那個案例 先生也下跪了 也就代表他們三個是一國的 他們已經認同這樣的一種 傳統觀念 那你如果硬要在這個家庭 生活下去的時候 你也可想而知 你未來的生活 就會帶著一個遺憾 跟你也會很難熬 所以最分像這種 就應該像電視演的 把那250萬拿了 屁啪兩巴掌 然後這樣走人 這樣會不會太戲劇化 可是電視都這樣演啊 電視會說 不用給我250萬 我為了成全你們 我走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媳婦要走之前 還是要了解一下自己 一定要 我其實會覺得 如果你要離開一個婚姻 我通常都會跟當事人講 一模一樣的話 我就說 第一個你的心理要平衡 你不要帶著大量的情緒出 就是離開這個婚姻 你如果一旦踏出去了 你所有的情緒不會消化不見 OK 依然存在 所以有可能你後半輩子 都會在這個遺憾懊惱 如果你覺得我不應該離開 那你就會一直陷在裡面 你走不出去 你也找不到下一段戀愛 就覺得大家都會勸他 你離開之後海闊天空 你如果要離開海闊天空 你在婚姻內 在決定走出去的那一刻 就要海闊天空 OK 這個我覺得我提醒大家 這點很重要 所以每一個人的 像剛才講那個 那個一家四口 三個都下跪叫你走人的這個 順便如果是你的處理態度 250萬拿了走人 Vivi 走人 走人 但要不要拿錢的話 我覺得250萬可能還是不太夠 OK 250萬拿了不走 250萬拿了不走 你幹嘛你幹嘛 你拿了怎麼不走人 等他告啊來啊 好 這邊你覺得咧 我覺得我會去做心理諮商 但我250萬一樣會拿 甚至於我會告訴他們說 我在精神上的確受到很大的創傷 我需要持續做心理諮商 所以這對我而言是必要 必要費用 必要費用 對 如果是我 對我也跪下來 就麻煩500萬給我吧 要一次把500萬 不是嗎 不是 你把我整個家都毀了 我就把500萬全部抄了 好的律師就是 公平啊 因為小五哥是好的律師 他的蒜頭他只有500萬 拿了就走了 多了也沒有啊 多了也沒有啊 是不是 不是你都已經做到這個樣子 好 那就講說 你說剛才那一招 也是從爸媽先發動 Vivi剛剛講 跟配偶之間很多都還好談 如果是因為 岳父母 公婆之間的 從習慣到生活在一起 如果那方面沒辦法解決的話 那就一定是豬隊 那就是真的是 會很困擾他們這樣 像我有一對新人 他們的狀況 這個老公 他其實是在外島上工作 所以呢 等於是他的老婆跟小孩 都是住在娘家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比較照顧得到 那生完孩子之後 其實他就等於是加熱的時候 才會回去看他們 那回去看他們 他就發現他岳母 有個很奇怪的 教養孩子的方式 因為這是他們家第一個孫子 所以他就非常寶貝 他覺得不可以讓孫子餓到 他覺得小孩就是要養得胖胖的 所以他的習慣是 兩個小時就一定要餵一次奶 就算孩子喝不下都要餵 對 所以他說他每一次呢 他回去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他岳母就瘋狂的在餵奶 然後一次餵 又小孩子已經吃很撐 吃不下就要吃一個小時 吃完兔奶 兔奶繼續餵 就是要把那個奶給餵完這樣子 對 然後就想說 這樣子的話孩子不會消化不良嗎 結果呢他岳母呢 白天這樣就算了 他說因為兩個小時不間斷 所以半夜也是一樣堅持 半夜會在他回去的時候 半夜開門進來 他訂鬧鐘 開門進來 把孩子睡夢中挖起來 繼續餵 這這樣不簡單耶 對 晚上每隔兩個小時 對 要起來這樣餵一下 這我佩服他 不簡單 佩服他對不對 他剛開始也是覺得說 我岳母很像 很有心在照顧我小孩 可是久了之後 這樣不行耶 小孩子真的感覺像 非常的痛苦 然後他覺得說孩子這個部分 他覺得就算 然後他有一次跟岳母溝通 你知道岳母回他一句話說 養小孩是女人的 是你一個大男人 管這種事情幹嘛 你應該想的是 怎麼樣多賺一點錢回家 不是在管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他就被岳母頂了 就好吧那就算了 岳母有規定他 所有賺的錢都要拿回來 就是給岳母 給岳母 給岳母 因為你的孩子跟老婆都住我這兒啊 那就給老婆 然後老婆要給生活費 給你給多一點就好了 沒有他就是全部都給岳母 然後岳母再給他一個月 五千塊的生活費 然後他剛開始因為結婚前 他其實都會給他自己的媽媽錢 但是因為後來只剩五千塊就沒辦法 所以有一次他媽媽去找他的時候 他帶媽媽去外面吃 因為他不方便帶回娘 就是在岳母那邊吃 他就在外面跟媽媽吃 結果沒想到媽媽去找他 不是為了吃這頓飯 媽媽是因為很久沒拿到生活費了 然後想要問他說 可不可以給他一點錢 然後結果我這新郎 他從口袋一拿出來之後 他發現他身上居然只有兩千塊 可以給媽媽 他覺得這個是他最後底線 他就整個覺得說 為什麼他的生活這麼悲哀 孩子自己不能控制 連媽媽要給媽媽錢 他都做不到 覺得自己很窩囊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協議離婚 後來兩個就離婚了 人和這個是協議離婚的 如果要是 不是透個協議的方式 假設這個老公想離婚 他老婆不想離婚 剛才講的那些狀況 可以構成離婚的理由嗎 其實我覺得 離婚室友一直以來就是 判斷他們夫妻雙方 是不是已經難以維持了 可是 其實這個很難說 就我自己的判斷 會覺得說 那個老公一直在外島 你很難說 那個算不算 某種程度上 是不是媽媽幫忙 照顧家庭或一些東西 所以很難說 這有時候是看細節 或是雙方在這個爭辯當中 說 由法官來判斷說 是不是雙方夫妻難以維持 但是 就如果是女生來找我這個立場 當然我們會認為是 對不對 那如果是男生來找你 那就不是 對 因為這個過程 剛剛講到說 錢全部都給了岳母 然後是給岳母 然後不是給 崔芬給岳母 現在他不是只是在 跟他老婆之間 在就生活上的 包括因為有很多事 你如果在外面工作 錢給了老婆 然後老婆每個月給你 給你生活費 或什麼 一個月給你五千塊 或什麼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現在是給岳母 我除了跟我老婆 要討論這些 我要去跟我岳母討論這些事情 要跟岳母討論 看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難 所以第一個原則就是 自己的爸爸媽媽自己溝通 所以要去跟岳母溝通 不是女生 可是沒辦法 現在老婆跟她一定是 也不要用航瀉一氣 太難聽 他們倆就聯合陣線 遇到一個控制於很強的岳母 你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想去希望她可以鬆動 一定要先了解 她控制原由是什麼 就比如說她是擔心她女兒未來沒人照顧 還是說她擔心她要幫女兒存錢 還是說她拿這些錢 或是說像剛剛說的 每兩個小時都要餵奶 到底她的觀念是怎麼來的 你要先了解她之後 然後先肯定她哪裡做得好 就比如說岳母 我覺得你真的很認真的去照顧我的小孩 或是你很辛苦的幫我們持家 然後再來跟她說 但這樣的方式會造成 對我造成的困難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在哪個部分做一點調整 不可能 要鬆動 不可能 男人有錢就作怪 我為了我女兒我不可能 你就反正出於努力賺錢 每個月五千已經很多了 真的要再多嗎 好五千零一十 好不好 不要再談了 就是這個樣了 好 你媽媽你自己去想辦法 那可能就會跟她講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我不能夠接受 那我接下來我也會有什麼樣的做法 那如果你會覺得 這樣對於女兒是比較好 你看這個沒良心的女婿 我媽照顧 我媽照顧她老婆 她的孩子都我照顧的 讓她跟我講這種話 我不過 我招誰惹誰了 我不是為你們好嗎 如果不是我 你們家現在能這個樣子嗎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我還是要告訴你說 我不能沒有一點點的經濟自主權 如果我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我那麼辛苦賺錢 徐仁和人家大律師她一個月 也才四千五啊 我給你五千耶 沒良心啊現在 這是個金氏婆婆 碰到要怎麼歡 她如果很歡 我也是不斷的像錄音機一樣 就是一直講同樣的話 一直講喔 OK 因為只要長期看節目都知道 我們大家常討論公婆 尤其婆媳關係 大家都知道 誰能搞定婆媳關係 那諾貝爾講一定是你的 好不好 可是真的是誰有婆媳嗎 是嗎 剛才那幾個都是岳父岳母啊 岳父岳母在這裡面 扮演的那個 講白一點 如果他這時候辦租隊友 真的很恐怖啊 這個仁夫他在網路上抱怨說 他跟他的太太結婚之後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太多的 這個錢能夠買房子 所以他們就很努力的存錢 存錢存錢存錢 所以岳父岳母也都知道 那現在他們錢大概存得差不多 他們決定要去買個房子 要付頭期款了 然後他跟他太太講好就是說 因為這個頭期款 還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存的 所以我們這種房子是共同持有 但是馬上有一天岳母激扣他 想要跟他聊一聊 岳母就找了這個女婿 就跟他講說 什麼 你買房子 共同持有 現在怎麼這樣 沒有人這樣啊 我們家買房子 都是我的名字啊 人家所有人買房子 都是老婆的名字啊 你現在是要幹嘛 你為什麼要兩個人的名字 你在房你老婆 你這種做法不OK喔 你如果要這樣下去 我建議你們離婚算了 其實這個岳母是好心想說 如果是共同持有 我女兒沒有安全感 所以她去出面 來說服她的女婿說 不用這樣嘛 是不是 都已經結婚那麼多年 你知道這個女婿一聽啊 就覺得你根本情樂啊 你知道這個人夫最後啊 心裡的打算說 那我們就離婚好了 不是 就沒完沒了 而且離婚不是我先講的喔 是你先講的喔 對對對 你最後那一句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一定要這樣子 登記在你老婆名下 那離婚好了啦 也沒有保障了啦 好 離婚喔 是不是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更妙了 這個人妻抱怨說 她跟她的老公 感情也不錯 可是她的老公是這樣 因為被公司資遣之後呢 哇 沒工作了 因為他們夫妻都有工作 所以她就鼓勵老公說 那要不然你考公務員嘛 老公也說OK 我來考公務員 所以這個老婆就覺得 好 沒關係 你這一年就在家裡準備 結果每天她下班回家 看她老公就在打手遊 玩電動 看電視就廢在那裡 所以這個老婆 就越想越不對勁 過了一年 她還在打手遊 打電動 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她就覺得 哇 老公你這樣下去 不就怎樣 是靠我癢嗎 這太奇怪 你不要這樣 她老公要考我們的數位部 打手遊很重要 她要了解現在的資訊 她怎麼花一年都考不上 還在準備中 好 那這個人妻 後來就跟老公吵架 他們就分房睡 而且人妻就說 你如果再這樣下去 那我們離婚 顯然這個老公呢 就把這個事情 就跟她的爸爸媽媽講 所以也馬上 她就被婆婆約談了 那婆婆馬上 也跟這個媳婦講說 媳婦啊 你沒聽說嗎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有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我兒子今天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你 你不是那個了不起的女人 所以你不覺得她今天變這樣 你的責任最大嗎 你今天還要跟她離婚 說她怎樣怎樣怎樣 不就是因為你嗎 好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她要幹嘛 反正你們也沒有小孩嘛 所以現在就是不用養小孩 養個老公會死啊 是不是 離什麼婚啊 你覺得呢 婆婆都要這樣講對不對 好 這個新聞最後怎麼樣 離婚 有這個婆婆 還需要敵人嗎 對 而且這些長輩 為什麼每次講話講出來 好有哲理喔 對 而且到最後都是 要不然就離婚 因為離的都不是你們家的婚 都是你們家下一輩的婚 可是仁和剛才講的那個房子 那個房子 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式 這是有什麼擔心的 我的房子也在我老婆名下啊 對不對 剛剛那些都不需要怨母 我老婆跟我說 不然不要結婚啊 對不對 但解決的方法 也不是說解決的方法 因為大家都會以為說 很多當眾朋友都會以為說 我們買一個房子 就是針對那個房子分一半 但剩餘產分配的概念 不是房子分一半 而是所有財產的差額的一半 那我就不要有財產就好啦 那房子我還是分一半 婚後財產最後 如果離婚的時候 我名下零 他有那棟房子 我就直接分他那房子的一半 所以還是可以解決的 到時候找律師商量一下就好了 崔芬那是Kimoji嗎 就是 如果趙仁和那樣講 反正就是到最後房子 就還是大家一半嘛 OK 那剩餘財產的問題 可是當下 當趙母娘就直接跟你講說 你這樣子是怎麼樣 房著我女兒嗎 你如果真的愛她的話 你不就不應該是這樣嗎 人家電視上都這樣講的啊 徐仁和大律師也是這樣啊 對不對 他不然連老婆都娶不到啊 怎麼樣 你現在是吃到嘴巴了 然後接下來就什麼都不珍惜了 是不是 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啦 公婆或者是岳母 常常會成為一個 挑撥離間的一個夫妻 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挑撥離間 對 他不知道他在挑撥離間 挑撥離間呢 最破壞就是他們之間的信任感 譬如說 你看他不把房子登記在你的名下 就代表他有二心了 就代表他要在外面養小三 所以這種挑撥離間 真的非常非常常 會造成夫妻之間的衝突 矛盾 也有一些爸媽媽會把孩子當成附屬品 那他就會挑撥你喔 希望你可以按照他所想要的來做 所以他希望有人來照顧他 可是他不會直接講說 你們可不可以來照顧我 然後他就會開始挑撥 就是說你看我躺在床上 都沒有人照顧我 我死了也不會有人管的 你們都過著自己的好生活 那你們去好好的享受你們的人生好了 不用管我好了 那當他這樣講 女兒就說 媽我來照顧你 我來照顧你 他說 可是女兒你要忙你自己的事 你可以請你先生來照顧我 帶我去看醫生嗎 後來他們夫妻一定會吵架 吵架之後最後就說 那你這樣都不照顧我嗎 你也不愛我 你要愛屋及屋 最後真的會很多時候 真的會發現很多這樣的情形 就會讓他們的感情 就真的越來越壞 最後就埋下離婚的導火心 OK 當然有很多時候你說路爆市兩邊 大家各自再去做條件的比擬 那也很麻煩 就是如果要是 有一邊就 你對你爸媽怎麼樣 我對我爸媽不過什麼什麼的 你為什麼對你爸媽什麼的 這個如果兩邊一比起來的話 那真的是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你有沒有看過 常看一種社會新聞 對不對 有一種社會新聞是這樣 兩邊明明只是夫妻鬥嘴 小鬥嘴 鬥完以後 接下來呢 這邊就回去找公婆那個地方 過來幫忙 然後這邊就去找丈母娘 然後岳父岳母過來幫忙 結果呢這兩小兩口還沒談完 這兩邊的人先碰面 碰面以後各自覺得自己家人受委屈 親則大家吵架 重則大打出手 很多都是這個樣子的啊 對沒錯 我有一對新人 他們離婚真的是 我就覺得聽起來蠻可惜的啦 他們剛好呢 你知道他們是從小到大 長大的時候他們是 樓上樓下的鄰居 岳父岳母是住樓上 然後公公婆婆是住樓下 那他們也因為這樣子 常常碰面什麼 就日久生氣 然後兩個人就結婚了 那剛開始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雙美式耶 我們從鄰居變成親家 多好 而且女兒要回娘家多方便 對不對 上個樓就回去了 所以剛開始岳父岳母也很開心 結果有一天呢 他們就突然發現 岳母她迷上了跳那個 就是跳舞就對了 在家裡面有時候會獵舞 那公公其實是一個比較敏感的 就一點點吵鬧聲 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就發現樓上最近怎麼震動聲 這麼大聲 然後他就有上去就問一下說 親家母 你最近怎麼樓上會這麼吵這樣 他說因為他現在學跳 他說因為我最近呢 就是比較容易累 睡眠比較不好 不曉得你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就因為我們想說不行啊 我在自己家跳 我到底該你什麼事 表面上覺得OK 可是戲裡面他完全不這麼做 他還是繼續跳 所以呢就變成說 他們兩家就開始 因為這個噪音問題 然後就開始有隔閡 那有一次他們兩個人出去 就兩家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那因為老公其實就是比較貼心 他就幫老婆撥蝦 結果呢 這個婆婆一看到的時候 就突然就說 欸我養你這麼大 你都沒有幫我撥過蝦 現在在幫老婆撥蝦 他就故意在那邊冷嘴 樂風說 哎呦這手怎麼樣是不是 我兒子又不是仆人 還幫忙撥蝦 吃蝦是不會自己撥 然後那個岳父母 我聽到想說 欸你兒子疼我女兒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他就記在心裡面 有一次婆婆生病的時候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獨生子女 婆婆生病的時候 當然就想說 啊那媳婦要來照顧我 這時候呢 岳母就剛好抓到這個關係 就說我女兒又不是看護 你生病找個看護顧你啊 你怎麼叫我女兒去顧你 然後就兩家就開始 因為這些琐碎的事情 就開始一直有一些口角這樣 那就有一次就是岳父就生病 欸那女兒你可不可以回來顧我 因為我只有生你這個女兒嘛 欸這時候老公就開始借題發揮 他說欸我媽上次生病的時候 你媽不是說 你不可以來顧我媽嗎 那現在你爸你也不可以回去顧啊 這樣才公平啊 他們就自己各自找看護嘛 我告訴你如果說 你這次回去顧你爸我們就離婚 我那心裡就想說天啊 你居然因為這種事情要跟我離婚 那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引爆點 結果他們的婚姻關係就維持了兩年 兩年後真的受不了了 就離婚了 欸那請問啊離婚以後 因為他們還住在那 對啊 他們還是樓上樓下耶 好尷尬耶 每天電梯裡面一進去叮咯 這個連電梯都不要坐 跟人和剛才講的很妙 就是我剛剛講 你大家千萬不要去比 你對你爸媽怎麼樣 你對你爸媽就要怎麼樣 從包括孝親費啦 連照顧自己的爸媽這些 媳婦一般人都說對 你說媳婦會照顧公婆或什麼 那女婿呢 當然要 OK 沒有沒有 法律不分性別 這其實就是不管是兒子 只要是同居的 如果是在同居的狀況當然會有非常義務 但是我們還提醒你 如果是老公死了過世或是離婚 然後就沒有了 那不是具身分關係來的那個義務 但是我也覺得要 OK 而且我們在節目裡有講 對 你說媳婦這個身分的時候 你看過很多那種都是 尤其什麼長媳啊 就是要照顧公婆 然後辛苦了一輩子 結果到最後 因為老公先過世 他又沒小孩 結果分財產的時候 零 就是零 法律上媳婦是沒有分財產 好吧 就是零 所以你看到每一次那些劇情都會覺得說 是誰編得出 這麼樣刻骨的劇情 然後到最後發現什麼都可以分負到 OK 好 可是這種啦 你說父母之間 會不會為了子女 然後以為自己是在幫忙 其實是扮演了 對 挑撥的一些的角色 或者這些 那如果像剛才Vivi講的那個案例 崔芬你告訴我 那他們兩邊要怎麼樣 能夠是一個正向循環的做法 因為我其實會感覺 最重要還是夫妻雙方 夫妻雙方先把父母的一個狀態 先釐清一下 然後做緩衝劑 千萬不要提油救火 因為他們剛剛那個案例就是 雙方都覺得 這個真的在諮商很常遇到 你既然你提出來說 誰 我的爸媽媽你不照顧 你的爸媽媽你也別想去照顧 要公平 公平 大家要公平原則 所以我常常會發現 大家都處在 因為覺得不公平 然後讓情緒就會覺得 越來越大 那不公平這情緒 真的很難消除 所以雙方就先把自己的情緒 先消化掉 你沒有情緒 你才能夠去處理 你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的事情 緩衝之後 了解他們最在意的點 如果發現他們是要公平原則 那我們就兩個先討論好 先有共識 怎麼樣是公平 然後再來看說 接下來我剛剛有說 自己的父母自己溝通 各自再去跟自己的父母溝通 OK 有一個例子可以提供給你 做一個參考 唐朝的郭子儀 他的兒子娶了公主 有一天小兩口吵架 以前就有家暴了 他兒子打了公主 在古代 他就算是你們家的媳婦 他還是公主 你打了公主 在他們那個時候 是滿門抄斬 郭子儀嚇死了 雖然他是老將 把兒子綁了以後 就送到皇帝面前 聽憑皇上發落 孽子 意思就是死一個 不要死全家 好不好 自己就砍了他就算了 然後皇上是個名利人 知道那個 他也知道他女兒精緻玉業 當然再怎麼樣都不能家暴 可是他也知道他女兒精緻玉業一定是 一定是不把人家放在眼裡 OK 皇上就說了 一直流傳下來 最有名的一段話 不雅不龍 不做家翁 就是當人家長輩的 就裝聾做雅吧 小兩口的事 讓他們兩個自己去解決 這就是翠芬剛剛講的 消化掉自己的情緒 再去顧好 兩家子的情緒 OK 希望大家幸福美滿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正在有此 我們下期見 拜拜